哈喽大家好,我是路线地产经济的李明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5号了 我现在在尔湾 今天美国的感染数已经达到146万了 而且现在加州已经开始逐步的复工了 今天我来到一个尔湾的一个华人的plaza的一个广场 这里面有华人超市 包括这种华人的蛋糕房 我们看看现在这边的怎么样 生意怎么样,有没有都开门 这个是一个华人的蛋糕房 目前还在开业 看他写的都有一个 不戴口罩也不能进去的 大家看一下 必须戴口罩才能进 这个还在正当营业 尔湾市政府在4月8号规定 必须戴口罩,违反者视为犯罪 每次每日最高罚款500美元 口罩也包括丝巾 围巾或者布置物 就现在在结账的时候也要保持距离 专门放了个桌子,大家看一下 保持距离 咱们去超市一会拍一下 我现在来到了一个华人超市 大家看一下 现在都是限制人流 都要排队的 我要进去排下队 看看里边什么情况 这边餐馆还是不能堂吃 只能外卖 都是关门状态 前两天市长说要封到8月份 整个洛杉矶 不知道到底封到什么时候 但是有的人还是不戴口罩 在尔湾有两个华人超市 这是其中的一个 我平常都经常去那个 这个很少来 这个中餐馆也稍微少一点点 这个在尔湾的算是中部吧 今天就专门来这个看一下 那个刚才去了是排队状态 这个搬一来的也是在排队 好,我们现在到超市里边了 超市里边 里面还是不少的 这个大华 这边是很少来 它应该出去装修过 比那边要大一点 这里面的菜还挺蛮便宜的 那樱桃一块四毛五 就一磅 买了樱桃 香蕉三磅九毛九 我们家其实肉也不缺 菜也不缺 因为昨天刚去华人老区买了一叶菜 所以说今天就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耳朵华人的现在情况 排队结账太长了 我就放弃了 不买了 现在都排到哪了 我也不需要买什么东西 这就是现在146万 146万人的感染人数下 这个加州耳湾的情况 每个人还是 大家都还好吧 就比较淡定吧 因为这个数字已经不敏感了 我现在基本上都不再关心这个数字了 如果您的孩子有在耳湾上学的 或什么的 您也请放心 没什么事 出门做好防护 你看我戴上手套 戴上口罩 就OK了 回去时候消消毒 不要这个乱 不要有外人接触 好我是乱零地产英明 感谢大家的关注 关注我 带您看美国